各位好 欢迎各位来到 癌症新观点 医学教育频道 今天来探讨说 免疫治疗让晚期三性乳癌的病人 治疗再入新宿关 我们都知道说 乳癌其实根据 目前的分型 大概可以分成五大的分型 五大的流派 三一性的乳癌 就是其中的一个分型 三一性乳癌呢 我们先来谈谈 什么叫三一性乳癌 三一性乳癌 其实就是 荷尔蒙受体当中的 激素受体 跟黄体受体 以及人类表皮生长 因此受体 这三个受体 呈现阴性 就叫三一性的乳癌 三一性乳癌 其实在乳癌当中 其实是相当有一个 很特殊的角色 因为目前 在晚期乳癌当中 不同的分子亚型 几乎都有一些标靶治疗的选择 可以用 然而三一性乳癌 就是一个比较残酷 比较需要受到 关注的一个族群 他们目前 他们其实是 标靶治疗选项 在截至一两年前 是没有标靶治疗选项 像荷尔蒙受阳性的病人 有CDK4 晚期的病人 有CDK4-6的标靶药药物可以用 喝度的阳性的病人 就有喝度标靶药药物使用 三一性乳癌 特别在晚期的时候 过去传统上都只能用 化学治疗做所谓的疾病的控制 根本没有什么标靶治疗可以选择 所以第四期三一性乳癌 过去的标准的治疗 目前的标准治疗 还是以全身性化学治疗为主 所以身处黑暗幽记 其实这些三一性乳癌 特别是晚期的三一性乳癌 常常都想要看到说 有没有一些曙光的出现 晚期三一性乳癌治疗 到底有没有新的曙光 其实是被许多病人期待 特别是有没有标靶治疗的介入 双咬治疗产生 免疫治疗的出现 似乎对三一性乳癌病人 露出了一个新属感 因为免疫治疗在一些男制的肿瘤 包括小细胞肺癌 包括肾癌 包括肝癌 免疫治疗都有 都有非常大的一些进步 非常大的斩获 非常大的突破 那三一性乳癌 会不会像其他那些男制的乳癌 癌症当中 有一些些在免疫治疗当中 得到一些突破 是值得被所有的三一性乳癌病人所期待的 所以还好 这样的期待或许不只是期待 已经有一部分有落实了 部分的转移性 复发的三一性乳癌 其实免疫治疗是有帮忙的 怎么说呢 三一性乳癌 其实 部分的三一性乳癌 其实有一些免疫学的特点 怎么说呢 我们仔细看到其实很早的时候 医学系的就发现到说 在三一性乳癌细胞 这些都是乳癌细胞 旁边躲了密密麻麻的淋巴细胞 我们简单叫肿瘤禁论型的淋巴细胞 它是一个很丰富的淋巴细胞 都躲在旁边 这些淋巴细胞走在 这癌细胞的旁边 为什么 癌细胞还可以再黯然无恙 就好像是 小偷 在警察局旁边 犯案一样 小偷竟然可以在警察局旁边犯案 这是什么样的世界 很奇怪的一个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样子呢 好 其实是这样 三一性乳癌细胞其实它很聪明 他们会去透过一个叫PD-L1的一个 原来的一个 这个是一个本来的生理机制的一个 蛋白质的表达 这表达在T细胞当中出现的时候 会让这个T细胞的 免疫功能 被刹车 被刹住了 之后T细胞就不会 就会停止对癌细胞的攻击 特别对三一性乳癌细胞的攻击 这时候呢 三一性乳癌细胞就可以在警察局旁边放案 警察在旁边 警察根本不会对他做任何的取缔 抓捕的动作 所以这些三一性乳癌 当然能够大肆地作乱 能够安安能够放胆地 到处地烧杀掳掠 这就是三一性乳癌 产生免疫逃脱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就好像这个图一样 三一性乳癌就是个武功高手 它可以让这些T细胞 它知道T细胞的死穴在哪里 它用它的一个独门的一个招数 PD-L1的一个蛋白的表达 让这个PD-1的死穴被点住 被点住以后呢 T细胞就产生了 免疫毒杀的功能就被卡住 就停在那一边了 当T细胞的免疫毒杀的功能被停住以后 T细胞就没有办法去扑杀癌细胞 所以以其人之道 还自其人之身 很简单 当这个所谓的三一性乳癌细胞 是透过PD-1的一个蛋白 或者PD-L1的蛋白 来抑制住T细胞的功能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 用PD-L1的药物 或者PD-L1的药物 去阻断这个结合的过程 这时候结合过程被阻断以后呢 T细胞就可以重新动起来 重新活化起来 简单来说是这样子 我们就用一个 这个PD-L1的药物 或者PD-L1的药物 去让这个所谓的葵花点穴手被砍掉 或者是这个死穴被保护住 这时候呢 这个葵花点穴手不能去点死穴 死穴就算能点 死穴也被保护住 这时候呢 这体细胞就不会被点住 也就不会卡在那边 体细胞就可以发挥 它该有的一些免疫功能 这些东西其实在很多的癌症 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证实 在三一性乳癌细胞中 首先是在PD-L1的这个药物 这个Athelolumab 台湾叫做 那个叫做癌治愈这个药物 在三一性乳癌当中 首先拔得头筹 大放异彩 怎么说呢 在2019年的3月8号 大家都知道说 3月8号就是我们传统 过去认为的三八妇女节 其实这是世界的妇女节 在这个2019年的 这个世界妇女节当中 美国FDA送给全世界 三一性乳癌病人 一个很重要的礼物 就是对一些PD-L1 阳性表达水平 呈现阳性的无法解除 或的局部晚期 或转移性的三性乳癌当中 免疫治疗 可以用在第一线的治疗 第一线治疗 这个所谓的 这样的一个核准 是基于什么样的研究呢 其实基于一个 一个很大型的 一个三期的临床试验的研究 这研究将近收入了 将近有900多名的 这个三一性乳癌患者 保持这些三性乳癌病人 都是一些晚期 局部晚期 无法手术解除 或转移性的三性乳癌病人 这些病人在这个情况下 做第一线的治疗 传统上的第一线治疗 就是用单纯的化疗 就是从刚才所提到 他选起了单纯的化疗 就是叫做白蛋白脂酸酸 另外一群的病人呢 就是用所谓的免疫治疗 这个所谓的癌治愈药 去联合所谓的白蛋白脂酸酸 那去做了所谓的分析比较 刚开始分析比较 结果发现说 其实化疗的化疗 加上免疫治疗 并没有比化疗要来得好 好像加上免疫治疗 并没有帮助到病人 但是仔细去看 如果你的PD-L1的水平 也就是经过所谓的 SP142这个抗体 去染色 肿瘤细胞旁边的一些免疫细胞 有很好的PD-L1 表达的三一性乳癌病人 它就不太一样了 它的免疫治疗的介入 可以让它的疾病控制时间 增加2.5个月 而且会使得疾病恶化风险 减少38% 重点是在整体存活时间来说 如果是PD-L1表达阳性的三性乳癌病人 它的存活体存活时间 可以从原来的 所谓的17.9个月 延长到25.4个月 大概增加了将近 快要有8个月以上的一个 整体存活时间 三年存活体存活时间的比例 可以从22%增加到36% 也就是说 这个免疫治疗的介入 可以让它死亡的风险 降低百分之43% 所以再来看这个图 这是今年 这个在2020年公布的 新的一个数据来说 孙星的数据来说 就是说PD-L1阳性的病人 其实你加了免疫治疗以后 它可以使得 它的存活时间 从17.9变成25.4个月 可是如果是PD-L1阳性的病人 有没有加免疫治疗 你可以看 它的整体存活时间 都是19.7 有时候对PD-L1阴性的 三一系统的病人 加免疫治疗 跟不加免疫治疗 其实效果是一样 所以这类病人 就目前为止 就不会建议要加 反观PD-L1阳性的病人 就会建议说 还是要免疫治疗 加上化学治疗比较好 但是要确定的就是说 一定要是用 这个所谓SP-142抗体染色 确定你的PD-L1 是阳性的病人 才可以用 如果是阴性的病人 就不应该建议采用 免疫炎化学治疗的模式 所以晚期三一系统免疫治疗 其实在2018年 开始露了一些曙光 但是要记住有一件事 三一系统乳癌病人 如果要免疫治疗 一定要先检测PD-L1 PD-L1阳性病人 才可以使用三一系统免疫治疗的模式 那今天的演讲就到此结束 欢迎各位继续 因为频道 我们现在在FB 成立一个三一系乳癌的一个所谓的化疗技术部的社群 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上 可以到这个地方参加这个社群 这社群可以提供三一系乳癌病人 很多资讯 治疗资讯上的一些交流 那谢谢各位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 别忘记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更多癌症治疗新知 请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您的支持与鼓励 是我们持续进步的动力 明期 said 要您的看下 要一遍 贵 您的 您的